提起征服中风彪这号人物 相信很多人就想起剧中经典的一幕 刘华强带着一伙人来到酒店堵截风彪 拿枪抵着他的头让他喊爷爷 但实际上风彪原形的实力 要在刘华强的原形之上 他根本就不惧怕刘华强 在石家庄他是人尽皆知的恶霸 看谁不顺眼就直接动手干掉对方 并且与刘华强的原形也有着很深的渊源 那么风彪的原形究竟是谁 他与刘华强又有着怎样的仇恨 他的最终结局又是如何 欢迎收看今天的精彩故事 风彪的原形叫孙道全 外号叫大红 也因此大家都习惯叫他孙大红 1969年 孙大红出生在河北石家庄 一个工人家庭 他的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工人 但由于工作繁忙 所以夫妻两人就疏忽了对他的教育 这就导致了孙大红很小的时候就学坏了 小的时候性格顽劣调皮捣蛋 大一点就喜欢欺负弱小的孩子 再到后来就开始打架斗殴 没少给父母惹事 而且多次被送进去教育 但孙大红屡教不改 在学校里 人人都已经知道他是大名的校爸 学校在多次劝说请家长无效之后 最终决定将他做开除处理 脱离学校之后的孙大红 却是像脱了江的野马 算是彻底放飞自我了 他开始与社会上那些不三不四的无业游民 闲散人员混在一起 整天喝酒到处混 坐在一起讲兄弟情谊 打架自然是少不了的事情 孙大红轻车熟路 下手快又狠 深受这群兄弟的崇敬 大家都尊称他一声大哥 一声大哥大过天 凡是兄弟有事 他都会出手仗义相助 打起下来毫不手软 一次 孙大红和几个兄弟骑车在大街上溜达 期间 几人比赛起来 骑的就有些横冲直撞 不小心撞到了一个老板娘 原本这件事只要道个歉就可以过去 可孙大红在面对老板娘的质问时 却丝毫没有道歉的意思 甚至态度嚣张 还动手推丧对方 老板娘很是愤怒 大声地和对方理论 哪知道这是群不讲理的流氓混混 这时候老板匆匆赶来 他一看是孙大红这伙人 知道是惹不起的主 于是赶忙上去阻止妻子 并且好言好语地企图缓和气氛 可孙大红却不依不饶 得了便宜还卖乖 话里话外的意思 都是想要老板拿些钱孝敬他们 老板自然也听出来了 但他们的小店也是新开张 这还没做生意 先迎来了这尊大夫 上哪有钱给他们 老板面露难色 孙大红不耐烦了 居然直接把刀冲了过去 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 老板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倒在了地上 几个人逃走之后 老板也没有声张 因为怕招致这伙人的报复 就自行出钱给自己治疗 这件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但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让孙大红认识到 自己只要够狠够横 别人就会怕自己 这之后 孙大红的行为更加大胆 做事情也越发嚣张狂妄 而且他还组织了一支 属于自己的队伍 他召集了一大帮地痞流氓 给他们定规矩 分红利 自此之后 这帮人在石家庄当地 横行霸道 坏事做尽 孙大红揽下当地的 众多游戏厅等娱乐场所 看场子的活 凭借着打架斗狠的手段 很多人听到他的名字都害怕 因此 在他的地盘上 基本没人敢闹事 与此同时 这也让许多小混混 慕名投奔他 孙大红的势力和名气 得到不断扩大和提升 并迅速成为了 石家庄当地的黑老大 道上的一些其他势力 都畏惧他三分 而这时候 另一号人物 刘华强的原型 张宝林一军突起 与孙大红相比 张宝林也是一个狠角色 打架斗欧向来不眨眼 常常是冲得最猛 下手最狠的那个 而且这种事情 在他的身上 就像是家常便饭一样寻常 就是靠着这种手段 张宝林的势力 逐渐发展壮大 当时孙大红与张宝林两伙人 分别为两家娱乐场所看场子 但是随着张宝林的势力 越来越大 大又威胁到孙大红的势力 触及其利益的趋势 两方之间也就免不了一场厮杀 而结局也必定是两败俱伤 孙大红决定先下手围墙 把张宝林一伙人的 嚣张气焰给打下去 给张宝林点颜色看看 1955年 孙大红带着一伙人 把张宝林的场子给砸了 期间还打残了 张宝林的五名成员 结束之后 孙大红带着人潇洒离开 得知这件事之后 张宝林大怒 虽然他的势力比不上孙大红 但是自己的人被伤成这样 他面子上也挂不住 而且张宝林又年轻气盛 正是不服输的年纪 他果断决定要报复回来 一个月之后 张宝林在得知孙大红的行踪之后 就派自己的手下 郝某等人 带着家伙前去目的地埋伏 带到孙大红出现时 几人对着孙大红连开了四枪 张宝林的这次报复行动气势汹汹 孙大红的一条腿直接被打残 一只脚后跟也没有了 为此 孙大红花费了数十万为自己治病 在病床上躺了整整两年 但终究没有痊愈 落得个终身残疾的下场 孙大红气得头冒清烟 恨不得把张宝林家的祖坟给刨了 他发誓 要张宝林血债血偿 出院之后 他不间断地派人寻找张宝林的下落 可他们快把石家庄都翻了个底朝天了 也没有找到张宝林的踪迹 其实 张宝林早已经不在石家庄了 当时 这件事在石家庄当地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张宝林自然也清楚事情闹大了 于是 早早就逃到了广州避难 孙大红自然也就找不到张宝林 无处发泄的孙大红决定 既然找不到张宝林 那就从他手下的人下手 企图以此逼张宝林现身 于是一段时间里 孙大红接二连三对张宝林的人 或者是场子下手 打砸伤人 嚣张至极 其间有很多人受伤 张宝林负责的场子被砸得一片狼藉 可即便如此 孙大红的所作所为 并没有使张宝林现身 恼羞承诺的孙大红 这时候决定找张宝林重要的人复仇 在经过一番调查后 他得知张宝林还有一个亲弟弟 张宝义 兄弟两人从小关系就好 张宝林对自己这个弟弟也非常重视 孙大红决定 对张宝义痛下狠手 1999年 他派人打听到张宝义的行踪之后 5月的一天晚上 孙大红拿着家伙 带着人守在张宝义家门口 等到张宝义出现时 几人先是冲上去 对人全打脚踢 然后又开枪伤人 直到对方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没有了动静 这活人才离开 好在事后被人及时发现 送到医院抢救 张宝义才保住了一条性命 但也成了一个植物人 活死人一个 远在广州的张宝林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非常震惊 他立即赶回了石家庄 尽管知道很危险 但是一想到弟弟 他就顾不了这么多 再偷偷来到医院 看到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的弟弟后 他内心痛苦不已 复仇的念头油然而生 但问题是 张宝林并不知道 这事究竟是谁做的 长期混迹在道上 他的仇人可不止孙大红一个 而现在弟弟又躺在床上 不能说话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凶手究竟是谁 也不知道该找谁报仇 这时候 张宝林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那就是挨个找仇人下手 总能为弟弟报仇 为此 他发誓要将自己所有的仇人 全部干掉 从此之后 张宝林带着家伙 带着兄弟们 在石家庄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行动 一个个势力不小的地头蛇 在他的报复行动下 纷纷倒下 而这之后 到处找张宝林的孙大红 也得知了张宝林现身的消息 于是 也立即组织手下 找张宝林报仇 但由于张宝林的所作所为 太过疯狂 他早已经引起了注意 所以 孙大红还没来得及报仇 张宝林就已经被送进去了 无法亲手报仇 孙大红心有不甘 但在这时候 他又有了另一重大收获 那就是与张宝林一起 从广州回来的小弟郝毅 就是当年把他打残的人 这个郝毅并没有进去 这让孙大红决定除掉郝毅 快到年底的时候 孙大红突然收到消息称 郝毅正在和朋友 在一家饭店里吃饭 得到消息之后 他便带着人赶到该饭店 进入郝毅所在的包间里 这伙人话也不说 直接对着郝毅开枪 郝毅当场生忙 期间在饭店吃饭的许多客人 听到这些动静 纷纷吓得往外跑 导致一些人被波及受伤 这件事引起的动静 不亚于张宝林的报复行动 同时也让孙大红的罪恶人生 走向了末路 他自知自己闯了大祸 就开始到处躲藏 可即便是这样 他依旧没有停止罪恶的活动 00年的时候 他与几个兄弟出去要账 结果双方谈判过程中 发生了矛盾 孙大红气急 当场就拿着家伙 朝对方下手 双方当场打了起来 最终造成一个人身亡 一个人重伤 这次之后 孙大红再去要账 又与一个五金店的老板 发生冲突 一直以来 这家店在老板的经营下 生意十分不错 但是面对孙大红 所要的巨额债款 老板无力抢还 而且孙大红以此为由 每隔一段时间就来要 事实上 欠的钱早已经还完了 但是碍于对方的势力 老板也不敢不给 可最近孙大红要的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频繁 于是他向孙大红请求 能不能宽限一段时间 孙大红一听不乐意了 抬口就说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这个店赚的可不少 要不是当初借你钱 这店你能开起来 说着 就示意身旁的小弟 这件小弟拿出一个匕首 直接刺向对方的大嘴 老板疼得大叫 但并没有人可怜他 那名小弟还放话 三天之内 把钱准备好 不然 就要了你的脑袋 说完 孙大红一伙人就离开了这里 转身前往了另一家店讨债 当时店主正在和人谈生意 见孙大红来了 就走过去小声说 等谈完生意 就给他拿钱 可在孙大红看来 这是店主不尊重自己的行为 他认为 应该先办自己的事情 再去谈生意 于是 孙大红和小弟 将店主打了一顿 身受重伤的店主 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孙大红等人却视若无睹 拿了钱就离开了 孙大红的这种行为 令许多老板都非常害怕 无人再敢招着 但随着他的嚣张与狂妄 正义的屠道 也很快落到了他的头上 6月21日 孙大红又接了一个 帮人要债的生意 他派出自己的手下 前去讨债 可几次索要都无骨 孙大红听说这件事之后 心想 这是什么硬茬 敢拒绝他的人 他不信邪 决定亲自去会一会对方 当天上午 孙大红带人 直接拦截了对方的车 但他们截下来的 并不是欠债人 而是欠债人的司机 费了这么大劲 居然截错了人 孙大红觉得十分晦气 几人竟然直接把司机打了一顿 打完人 孙大红还觉得不够解气 随后又对着司机开了几枪 好在事后抢救机时 司机才捡回了一条命 这件事之后 孙大红就连夜逃到了 廊房岳父家中避难 可他依旧感觉不安全 将自己的女儿交给岳父之后 他又开启了四处逃亡的生活 他认为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在石家庄 待了一段时间后 又感到不安心 于是又跑到了海南 后又躲到了桂林 东躲西仓一段时间之后 孙大红认为自己的风头已经过去 自己安缠了 于是他带着妻子 大摇大摆地跑到 观炎溶洞风景区去玩 两人放开了在景区游玩 殊不知 这里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事后 在询问他的时候 他也说出了自己多年来的所作所为 以及他与张宝林的恩怨 最终 孙大红被判死缓 而由于他认错的态度非常好 后期他的表现也非常不错 在2019年时已经出来 如今 已是50多岁的孙大红 已经改头换面 重新做人 已经退去了先前的江湖气息 而且绝口不提曾经的事情 开始过起了他普通而正常的余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